HELLO 大家好我是益胜 欢迎收看每个礼拜二晚上10点整的 益胜说给你听说出股市大小事 那我们的频道呢 现在每个礼拜二晚上会有更多的节目单元来呈现给各位 希望能够帮助给各位呢 从方方面面来了解整个一个市场的脉动并掌握投资的趋势 那如果呢各位你还有希望能够听到什么样的内容 也欢迎你们可以在下方留言告诉我们 当然呢我们更希望大家能够持续的帮我们按赞订阅以及分享 好那今天呢节目的一开始 我们一样呢先带大家来看一下这个礼拜股市的几个重点焦点 好那在上周呢美国的消费者物下指数啊 尘埃落定之后数据显示通膨呢有开始出现降温的迹象 那也让大家对于预测美国联准会在9月升息3码的几率降低了 而这个礼拜呢市即将要公布的联准会7月的会议纪要啊 或许呢就会透露出哪些因素 会促使呢被的在9月有更积极的动作 那如此一来呢大家就可以一窥联准会对于经济及通膨前景的一个评估 以及呢货币政策的动向 那充当投资人厘清决策官员态度的一个线索 那在CPI确定放缓之后呢市场也开始把焦点转向 跟经济动能息息相关的这个零售销售的数据 因为呢这个消费是占美国GDP比重高达7成 而零售销售更是占了消费中的4成 那可以用来当成整体消费力道的一个判断 那市场呢预期啊 这个7月的一个零售销售可能呢会大幅的放缓 那月增幅呢从当时6月份的一个百分点萎缩到0.1个百分点 那包括呢一些大型零售商像是Walmart啊 加德堡老式啊目标百货等等的美国零售商的龙头 都会在这个礼拜来公布他们的财报 所以呢大家也可以持续的来留意这后续的一个消息 那以上呢就是我认为这个礼拜啊 几个比较重要的一个重点 特别是在这个美股的方面 那拉回来我们看到台股的部分啊 我们要带大家呢首先来看到是下半年啊 业绩是持续被看好 成为法人大幅敲进的一个资金避风港的一个族群 就是网通族群 那我们呢一直有在带大家来追踪的这个 外资投信头部买超金额前20名的标题当中 各位会看到这段时间呢网通族群 个股呢也持续的上榜 那由于呢网通是在消费性电子需求疲软的时候 少数头上没有大片乌云的一个科技类股 在7月呢也有多档的个股 搅出了营收啊 创新高啊 大幅成长的一个亮眼的成绩单 那上半季的获利啊也让大家惊艳 那把人表示呢 刚性的需求搭配他们的一个料框的环节啊 相关的供应链第三季仍然前景看好 加上呢5G啊 低轨卫星这些长线的题材 也让供应链长期营运啊 动人啊是看望的 那订单的建度相对也比较好 指标性的大厂包括像是5388的钟蕾 和6285的企机那表现呢 则是三绿三升也获得法人的青睐 像是呢这个钟蕾 他在菲律宾的新的产线 也预计在9月份来开出 让他下半年的营收啊 维持在高原期的预期更有底气 那至于呢 企机的四大业务啊 包括像是消费与企业的网通啊 今年渴望连成长达到20个百分点 而车用跟物联网的业务 也会比去年成长20个百分点以上 加上呢新的大型合作开发案会在下半年放量 强劲的动人让公司呢则是乐观以待 那以上呢就是关于网通族群 下半年营运的一个市场的资讯 做一个简单的整理 不过呢在这边呢 益胜还是要呢提醒各位啊 就是说呢 网通族群因为呢过去这段时间啊 股价相对呢涨幅比较大 所以呢大多数呢 现阶段位阶都比较高 那只有少数呢 那目前属于比较低基期 所以呢像我们列表当中各位可以看得出来 好大概属于呢 比较这个低轨卫星相关的概念股 像是呢 呃 申达科或者是呢万泰科 目前属于基期比较低的 好所以呢进出的时候 希望大家呢还是可以搭配技术面 来做一个呢操作 再来呢我们来跟大家做分享的就是呢 众所期待的这个苹果概念股 欧盟呢在2024年将要全面的 统一使用Type-C作为充电孔 那为了加速新界面的导入啊 据传啊苹果可能会在明年的秋天 也就是2023年陆续 会推出这个Type-C接口的iPhone啊 iPad还有AirPods等终端的产品 那到了2024年 他就会全面跨入Type-C的世代 法然因此预期啊 有打进苹果供应链的 包括像是5269的享受 或是6104的创尾等等IC设计场 2023年的业绩是值得期待的 尤其呢享受跟创尾在Type-C的晶片 都具有开发的经验 那扩大拿下苹果装置的Type-C订单 并非是空穴来风 另外呢近期的苹果 即将要推出一个最新的iPhone 14系列 那传出啊将会涨价15个百分点这个消息 也让呢这个2317的红海被看好 是最大的一个涨价的受费者 因为呢红海获得超过6成的苹果新机的订单 也让整个集团的营收将会显著的受益 那除此之外呢 下半年渴望打苹果光的 还包括像是3406的这个郁金光 这个镜头厂 以及呢受贿苹果PCB 忘记备货需求的这个CCL厂 2383的台光电 还有4958的真领KY 2313的华通 以及6176的瑞宜等等 以上呢 都是呢展望被看好的一些苹果概念股 提供给大家做参考 好那有兴趣的观众朋友呢 可以来留意追踪他们的一个股价的表现 那最后呢 就带大家来看到另外一个重点的一个族群 就是呢这个电动车的供应链 今天呢我们比较特别 我们带大家来关注一下 在中国的几个台系电动车供应链的厂商 包括像是2239的汽车零组件大厂英利KY 他近年是积极的透过开发轻量化的结构设计 跟制造工艺 来跟上未来整车轻量化的一个发展的趋势 那也受惠中国解封后测试的畅望 逐渐呢摆脱疫情的拖累 业绩慢慢的步上正轨 那随着市场的销售 报复性的反弹 7月的营收年增超过35个百分点 提前来到单月营收20亿元以上的旺季水准 那8月的生产跟出货的动能也依旧强 那部分的厂区呢 为了因应客户的需求 维持是全驾动的一个生产 那另外一家呢LED车灯的模组厂3346的利钦 7月营收年增也超过35个百分点改写同级新高 那利钦呢先前的法说会表示 虽然晶片跟缺料问题还是要持续观察 具有不确定因素 但整体来看下半年的营收可望逐迹成长 那接下来呢有关于这个2228的建林 则是受惠旗下的汽车啊展示架两大事业部营运动能 都稳步的向上加上呢疫情的干扰逐步的一个缓和 带动他汽车事业部单月营收 已经连续6个月缴出了年征的一个成绩单 那进一步的推升他整体产能驾动率 随着主要的客户拉货增加同步半生 那展望接下来第三季呢建林表示 在中国大陆车市红利政策的益柱下 7月大陆的车市销售已经传出了好消息 那渴望呢持续创造营运成长的新动能 那我们在这个提供的表格当中呢 也有其他相关的台厂供应链 近期的营收的表现 那我们整理给大家提供给大家来做一个参考 那最后呢就是呢上个礼拜 这个外资投信投步买超金额的前20名的列表 好那提供给大家做参考 那各位可以发现就是说 当然呢很多的个股其实呢在整个一个基本面啊 近期呢都是有传出好消息 很多都是呢这个三绿三升的一个标的 不过呢各位还是要留意哦 就是很多的个股可能这段时间呢 在把人的追捧下呢股票不是大涨一段 就是呢已经来到相对的高档区 那少数呢基期比较低的 大概呢像是这个矽晶元的5483的中美金 以及呢ABF载榜双雄 包括3037的信心3189的锦硕 这个是属于基期比较低的 各位呢可以多加的来做留意 那另外有一个族群哦 在这一次的表格当中呢 并没有入列哦 那就是来IC设计的族群 不过呢我认为在下个礼拜啊 两大把人呢可能有可能会比较呢加重布局 因为毕竟他们现阶段 属于基期比较低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族群区块 提供给大家做参考 那我们今天呢益胜说给你听到这边告一段落 希望你会喜欢最后记得帮我们点赞订阅 分享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个礼拜再继续说给你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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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